小账这个人把车收拾得比自己还干净 车上有什么我的脸对不对 早上起来这么早咱们要干嘛去 现在早上起来六点整 咱们去赶个集见 儿子没去过集 我也没去过 在北京那集市很少 可能六环以外可能有集市 但是对于我来说很少去 听说在咱周围有一个大的集市 好像是分日子才开 我们现在是在山东省烟台市龙口 这边我们现在买黄瓜是10块钱一斤 东市是8块钱一斤 今天菜价很贵 所以我想去集上看看 买点菜什么咱们也没有了 今天就先挣100块钱 看能买多少东西 人还挺多的 老年人多嘛这边 养老嘛 可以从你 别乱拿出来 你看人家这个羊肠 二千一斤 我们就飞了 说白了就类似于北京的原来的早市 就跟你们东北的破烂市场似的 是不是 对两边都是摆摊的 花生这好 这多少钱一斤 不快钱 这多少钱一斤 饱饭 你不都有然吗 别到时候那一套空气 十千十千 我只分减个性了 你会用这些小秤吗 二斤 这些小秤特别有年耐感 一份破炸卖的 他不能互比二斤啊 这个叫四农集市啊 可能这个集市里边的东西啊 要比咱们住东海里边价格要稍微低一点 但是呢 从东海里边买房的人比较多 可能是相对来说这个集市的价格也 比之前和前十年都是钱 你明白吗 都是外地人来这买的 这实话 多少钱一斤 零百度 你别老当着这卖家说便宜便宜 这物价不都被你这种人给吵下来 好嘞小张 你说的对 这大早 大早告知你 大早上你就开始那什么了 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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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便宜你也说要贵知道吗 是 你得为大家负责任 南洋梨便宜了 十块钱有五斤 又甜又脆 秋月梨跟南洋梨的区别吃一口 南洋梨就点渣子 那就是南洋梨 秋月梨一点渣都没有 荣能吃花生了 能 荣啥都能吃 是不是 你的鞋在哪了 你那鞋在哪了 你举起来 你举起来让妈看看你的鞋呢 你的鞋在这了 这多少钱一个 2块5 不是 尝尝 多钱一碗 有了 1500 你看人家这个羊汤 都是白的熬了骨 北京那边羊汤可能就是稍微 像水一样的颜色 你这个吃完了 这个你还吃面鱼 这个给你点发菜 这个叫面鱼 那钱别放给你们吃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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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块鱼一碗 这料多多吧 我喝 在北京也喝 我怕你吃不了 这山东的果子跟北京的油味道还不一样 这有点发甜 有点微情 跟你说了 这不叫果子 叫面鱼 你说羊汤香不香 羊汤香不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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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越来越多了 我跟大家说 来这买东西 找一个老太太 有一个小车 小车 推的那就是整理的菜 这常态的都是半径性的 这是技巧 二十 五花肉多少钱你 一花一碗 五花一碗 五花一碗 18呀 多少钱一斤 二十二 梅花五 四十一 还累还相比较多 就要这一扇吧 对 我牵一下罐 那你这罐 你这罐 笔鸡肉多少钱一斤 二十二 这黄花多少钱一斤 五块 五块一斤 这边确实 好一点 来点吧 一笔钱一斤 葡萄多少钱一斤 二五块 牛烂 小张挑葡萄一绝 来 两串 一块 去拿这个光调里 这人多钱 五块 五块 拿细 五块 别往里走了 人太多了 对啊 这东角多少钱一斤 十块是吧 这里边非常大 他那罐子叫桃 这条街呢 就是海鲜的一条街 那里边是干啥的呀 都买海鲜的 我跟大家说 如果去董海鲜 可能这个 赶集这个地儿 这个海鲜的价格稍微便宜 那么一斤可能便宜两三块钱 但是 泡干 咱就不说了 省个量 懂得都懂 走 这个十万钱一斤 这十二一斤 但是这个铁要这个 要五块钱呢 要五块钱呢 超习你活了 来点 多来点 凭我多少钱一斤 三块五 鱼鱼多少钱一块 两块 两块钱一块 我刚才来看一框 这都卖没了 龙龙睡着了 现在我也要帮阿姨做饭 阿姨来 咱俩一起做 煮花生 这个花生新鲜吗 这回买了 这个是新鲜的 这个是新鲜的 很香的 行 帮妈把更务车推过来 妈看有什么好吃的 你看给我拿瓶水出来 我喝瓶水 给我拿一个这个喝呀 这是您想喝呀 喝完怎么着 你干啥妈 帮你拧上 对 啊 啊 啊 对